今年五月 刘女士在招聘网站上 看到了一份月薪五万至八万元的 高薪招聘按摩技师的信息 被这份诱人的待遇所吸引 她投递了简历 很快她就收到了面试通知 并前往约定的地点进行面试 然而对她进行面试的面试官 既不看她的简历信息 也不问她的工作经历 只是对她的形象提出了严苛要求 她说我的五官不够好 要调整一下 就是这个工作跟别的工作不一样 是全靠脸去放 你要去弄下脸 最后面试官向刘女士 推荐了一家医美机构 并列出了一些需要做的项目内容 把刘文填充 拔的嘟嘟唇 还有下巴的打尖 还打那个除皱针 总共全部一下是五项 五个项目的费用总计三万五千元 面对高昂的费用 刘女士犹豫了 此时面试官表示 公司可以帮着垫付一万元 刘女士只需要付两万五千元就可以了 不仅如此 等入职以后 这两万五千元的费用 公司还可以报销 先把我垫付一万 我到他店里面去上班 他两万五千块钱是公司出 我当时就心里找到工作了 还给你免费诊 既找到了高薪工作 又可以免费整容 刘女士被这种好事冲昏了头脑 随即答应跟随招聘方来到整形医院 就这样 刘女士稀里糊涂的完成了相关医美项目 同时也背负了2.5万元的贷款 本以为按照要求完成整形后 就会顺利入职 没想到却被招聘方告知 需要参加港前培训 通过后才能办理入职手续 培训的项目都是很多人接受不了 有那种不正规的 说你多付出多得了 怎么的怎么的 肯定接受不了他那些东西 你就自己退出嘛 你找他他就不认了啥 此时刘女士虽然懊悔 但依旧没有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 直到过了几天后 她做过整形项目的脸 出现了状况 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刘女士还不知道 她并不是唯一的被骗者 今年5月至6月中旬 昆明警方陆续接到了 四起类似的报案 警方对这些警情进行了梳理 发现报案人均为女性求职人员 并且都被招聘方推荐到一家医美机构 进行整形项目 警方分析这些应该不是巧合 到最后呢 这些人都是到了这家医院里面 来做这个美容 那肯定就是有问题 警方经分析研判认为 招聘方与医美机构之间 并非简单的合作关系 而是事先通谋 共同实施诈骗犯罪 于是警方将五起医疗纠纷提及为刑事案件 进行病案侦查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也总结了诈骗团伙的套路 首先就是用高额的薪资待遇吸引求职者 首先呢 他们会在网络或者一些自媒体上面 发布一些关于高薪招聘的一些信息 以此来吸引求职的一些眼球 一般他们承诺是 余工资是在五万到八万元 然后提供主要 到有主播等岗位公立选择 一旦求职者被高薪诱惑所吸引 踏入面试环节后 诈骗团伙便开始实施他们的第二步计划 他们选择高档酒店作为面试地点 营造出一种正规且高端的氛围 使求职者放松警惕 跟面试者沟通完以后 会把面试者约到一个比较高大上的 比如说酒店大堂 比如说一些咖啡厅 让你会有种错觉 这个公司可能很不错 让你就会一步一步的 陷入到这个犯罪分子 设计的一些陷阱当中 最后再以提升个人形象 增加工作竞争力为借口 诱导求职者前往医美机构 进行整形手术 当你同意到下一步的步骤时 他们会把你带到医疗机构里面 公司也会跟你讲 先把前期费用支付了以后 后面你可以获取的更多 被害人还有所怀疑 他就会进一步的 比如说我可以给你 订付美容费的部分费用 或者说是等你入职以后 给你报一下全部的美容项目 让受害人降低这个警惕性了 在犯罪团伙的巧言令色下 不少求职者落入了圈套 他们相信通过整形手术 能够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从而获得梦寐以求的高薪工作 而在犯罪嫌疑人的热心帮助下 这些求职者甚至不惜办理贷款 来支付高昂的整形费用 他们做一些打打美容针 或者是一些瘦领针 还有一些清美容的一些项目 价格在两到三万元不得 有钱的受害人就直接支付了 他会一步一步的引导你去各个 小额贷款的平台进行贷款 很多求职者就跟医院签订了这些整形合同 然后把钱贷款出来支付了这些整形的费用 然而当求职者完成了贷款和整形手术后 等待他们的并非之前承诺的高薪职位 而是招聘方精心设计的又一道难关 港前培训 在这个所谓的培训阶段 他们会以各种苛刻的入职条件 让求职者认为是自己的问题主动退出 而非意识到被骗 从而降低报警的概率 招工贷款整形诈骗 可谓环环相扣 让人防不胜防 其实一米公司和一美公司 他们之间有一种协议 当你把这个贷款贷出来的时候 这笔钱已经被两家公司已经分掉了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把钱贷出来 然后最后让你质赖而退 然后完成这个诈骗的闭环 没有相应的启道 说是把这些人接收到相应的工作岗位 他们的目的就是把这些人拼来做美容 收取费用 至于他们所谓的高薪的岗位 是根本不存在的 经进一步调查 警方掌握了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 这个犯罪团伙共有15人 其中10人组成销售团队 包含网络招聘6人 面试官1人 港间培训2人 对接医美机构1人 另外5人则是由医美机构 面诊师等组成的医疗团队 销售团队与医美机构事先通谋 他们配合默契 分工明确 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诈骗产业链 在掌握这个犯罪团伙的犯罪事实后 7月23号 昆明警方迅速展开收网行动 一举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 其他6名犯罪嫌疑人也相继落网 至此1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这起招工医美带诈骗案 再次给求职者敲响了警钟 那么求职者该如何避免陷入此类陷阱呢 警方为我们详细揭露了 招工医美带诈骗的套路 以帮助大家提高警惕 避免上当受骗 为了防范此类诈骗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 美丽带招工医美带等诈骗事件的发生 近日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 向辖区相关行业管理部门 抄送了公安提示函 推动医美领域行业整治 加强监管力度 警方也再次提醒广大求职者 在求职时 一定要谨慎选择求职渠道 提高警惕 注意识别诈骗套路 第一个呢 就是要选择正规的机构 对公司的整体的情况 以及他的资质 证照等等 进行一个仔细的核实 同时呢 对一些网络上的信息 要注意理性的进行甄别 并保护好个人的隐私 警方提示 求职者在投递简历前 务必要仔细核实招聘信息的来源和真实性 选择有信誉的招聘平台 对于过于夸大的招聘广告 要保持警惕 切勿轻信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要提高安全意识 在工作招聘 贷款办理 以及大额消费的过程中 要注意和对方保持充分的沟通 注意审查 消费过程中的一些合同 并保存好相关的证据 警方提醒 求职者在与招聘方沟通时 要警惕高薪诱惑和虚假面试 注意观察对方的言行举止 判断其是否真实可信 在签订合同前 务必仔细阅读合同条款 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一旦发现诈骗行为 要及时举报 维护自身权益 不要相信天上会掉线笔 时刻警惕美丽外表和丰厚回报 背后的风险和陷阱 遇到利益受损的情况下 即实现有关部门反应 或向警方报案